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周末分别进行了电视辩论会 本次选举 台湾选民最关心的是哪些议题呢 而哪一组候选人给出了最叫人满意的答案呢 而辩论会对于选举是否会有实质影响 节目当中将请专家进行分析 此外2015年接近尾声 台湾海峡两岸在过去一年出现了重大变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今天的节目带大家来回顾过去一年的两岸发展 并且讨论对未来局势将产生何种影响 欢迎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加入我们稍后讨论 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在进入讨论之前 先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新闻主播平章 平章 好的 谢谢要一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 台湾星期天举行2016总统大选首场候选人辩论 两岸关系成为三位候选人争论的焦点议题之一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到两岸政策时 再度强调维持现状 并解释她的维持现状不同于在于民主透明 人民参与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则重申 两岸和平往来是建构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她说有关九二共识的问题对台湾太重要了 台湾人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国际在看大家也在关心 请问蔡主席您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 因为你刚才在回答的时候 回答了半天 包括九二会谈 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讲了半天 我可以告诉蔡主席 我真的听不懂 台湾人也听不懂 国际也听不懂 请教蔡主席您到底简单的告诉我们 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蔡主席如果你还要模糊 蔡英文则强调 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 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她说 从到美国CSIS的演讲 到一路以来 我的讲法都是一致的 也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 在现行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 遵循民意 能够 而且遵循我们的民主机制 来推动两岸关系 她还说 过去二十年的积累成果 也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 九二共识不是唯一的选项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日前曾表示 不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挑衅 蔡英文还说 若她当选总统的话 她不会挑衅 希望两岸能平心尽气 坐下来理性地谈问题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星期天通过了 颇受争议的首部反恐法 中国公安部称 这部法律是中国当前 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 美国等国家最近曾对这部法律提出批评 认为其中有关网络安全和涉及基本人权的内容令人担忧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她曾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这个问题 菲律宾官员星期六表示 穆斯林反叛人士针对信仰基督教的那些村落 所发动的武力袭击 造成至少14人丧生 这一事件发生在菲律宾南部 当地官员表示 死者当中包括九名信仰基督教的村民 以及至少五名被政府军所击毙的武装反叛人士 这一事件发生在圣诞夜和圣诞节这两天 圣诞节后的异常天气 已在美国多地造成人员死亡和建筑物毁损 星期六夜间 德克萨斯州连续遭遇了几场龙卷风的袭击 至少七人死亡 达拉斯地区的房屋被毁 气象频道说 美国西部的冬季风暴和南方很多地区创记录的暖冬 相互作用导致恶劣天气层出不穷 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和临近的俄克拉赫马州 可能会出现多达45厘米深降雪的暴风雪天气 最新以及星球大战在圣诞节这一天的票房收入 高达4900多万美元 大大超出了之前圣诞节这一天的票房记录 之前的记录是由2009年的时候 由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福尔摩斯所创下的 不过那时的票房记录才只有2400多万美元 迪斯尼公司在2012年的时候 将星球大战系列的版权买到了手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要闻 台湾正副总统辩论 谁是赢家 马席历史会 北京看阅兵 带您回顾2015两岸关系 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 在12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毅 台湾三组正副总统候选人 在这个周末分别进行了电视辩论会 内容从两岸关系 社会福利政策以及经营政策等等 而星期五三组总统候选人 已经先进行了电视证件发表会 本次选举 台湾选民最关心的是哪些议题呢 而哪一组候选人给出了最叫人满意的答案 这次的辩论会对选举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呢 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来宾 为大家进行分析 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要一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除了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台湾总统大选第一场总统电视辩论之外 今天已经是2015年的12月27号了 那么2015年行将过去 那么在过去一年当中 两岸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情 未来一年我们要如何的前瞻 两岸关系的继续的后续发展 特别是总统大选之后 两岸关系的发展 这是我们下半场为大家讨论的 预备的第二个话题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节目当中 讨论两个话题的来宾是 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 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耀义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也欢迎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 吴汉博士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而在我们华府的嘉宾呢 我们请到的是自由时报 驻华府记者曹一芬女士 曹女士您好 耀义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台下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 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大陆的观众请打 400-120-0551 而台湾的观众请打 00801-148-940 不过呢 在进入讨论之前 有关于今天辩论会的情形 我们先连线 刚刚从辩论会的现场回来的 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李逸华 请逸华为我们介绍 逸华你好 邀义你好 逸华请问一下 今天辩论会主要的情况怎么样 讨论哪一些重要的话题呢 是的 今天的这个辩论会呢 形式分为四个阶段 包括一开始的开场声论 还有媒体提问 交叉结完 还有最后的结论 那这个主题呢 重点看来是放在这个两岸 还有台湾的这个经贸议题 那尤其是三组候选人 都有谈到台湾的产业转型的问题 那在产业转型的问题上呢 宋楚瑜他在声论的时候 就一开始提出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 他的一个大对策 叫做这个2030年呢 要超韩赶新的计划 也就是超越南韩 然后赶上新加坡 那将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每年要高于南韩的经济成长率 1.5% 那第二人他提到了 这个要用运用政府的资源 还有民间的合作重点 来将这个重点南进到东南亚国家 包括菲律宾 印尼 越南 还有缅甸 那蔡英文主席呢 在这方面呢 他有对这个宋楚瑜的这个 宋楚瑜的这个论述呢 表示肯定 他表示这个这个方向的政策呢 和民进党的一些这个计划 还有构想有许多类似之处 不过蔡英文他还强调在 谈到这个有关这个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部分呢 这个这个加入区域经济的这个组织 对台湾的经济一定会带来冲击 他说冲击和影响难免 因此产业转型还有升级 显得更加重要 才能使台湾的这个传统产业 尤其是农业 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 而朱立伦主席在这方面则谈到 他要以薪资带动经济成长 说要从现在的这个基本工资 从208元调高新台币 调高到这个3万元新台币 不过这个说法呢 受到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质疑 说这个是听起来像是一个 美丽的空投支票 不过在两岸关系的这个议题上呢 这个蓝绿的这个炮火 这个工房呢 就显得相当的明显 那朱立伦除了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 他不断的这个强调九二共识 还这个直接逼问蔡主席 是否接受九二共识 不过蔡英文的回答 除了他的再次就他的两岸政策 做了说明之外呢 他呢对这个朱主席的提问呢 他也表示这个装税的人 怎么样都叫不醒 他暗奉着国民党的选择 拒绝接受他的任何说法 那蔡英文他也强调 他认同九二共识 他认同这个1992年两岸会谈的这个基本精神 他也承认这个历史事实 不过呢他说这个九二共识 不是唯一的选项 他也强调呢 台湾是民主的社会 中国大陆方面呢 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两岸的合作 不是只有国共之间在进行 他无论这个台湾的执政党是谁 就是中国方面呢 一定要学习和台湾来互动跟交流 是 好的 谢谢一华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也只能跟您连线到这里 感谢一华 今天在台北给我们所做的报道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讨论主题 刚才那个 我先请教一下在现场的曹玉芬 刚才我们这个台北这个记者李华 也提到了 几个这个辩论会里面的一个 关注的焦点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辩论会 主要是说为了要鼓励这个公民参与 所以使用了公民网站叫做卧草上面的一些公民提问 那刚才李华提到了一些产业的 经济上的政策的辩论 还有两岸政策方面 但我们看到在卧草上面的公民提问呢 最受到关注的是经济话题占20% 接下来是教育 内政 法务跟劳工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在台上这三组候选人 他们所主攻的这些的议题 跟人民 台湾选民 人民心中所关注的议题是否是相同的 那么这一次的辩论会里面 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哪些呢 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要以这个从公民的提问来看的话 绝对当然就是内政跟经济 尤其是整个大环境 包括其实候选人大概也有些碰触到 包括所谓的分配不够正义 然后经济成长停滞 劳工的权益等等 可是我们也看到说 候选人花了很多时间谈的一个话题 就是两岸关系 没有出现在卧草的问题的题库里面 第一个我想就是说 一般的民众觉得说 两个党的两岸关系的政策 其实在过去谈论了很多 一般的选民其实已经清楚了 这个问题在台湾 因为一而再不断地提出来 从 其实我今天看这个辩论的感觉 就是朱立伦在结问蔡英文的感觉 让我又回到了上一次选举 因为基本上上次选举 他们主打蔡英文的两个攻击点 一个就是说蔡英文讲话没有内容 是空心菜 那今天朱立伦很多次都在提到说 你看蔡英文讲的半天就是没有内容 就是没有就模糊 另外就是九二公式 那这个是上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有谈到的问题 这一次感觉到朱立伦还是抓着这两个重点 在追打蔡英文 可是你可以从卧草的提问来看的话 台湾的环境在过去那四年里面 其实有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经济的成长持质 还有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整合 经济整合落后 让台湾人有很大的焦虑感 所以说公民的关切点 跟这一次其实看到他们在彼此之间辩论的焦点 中间有落差 那尤其是国民党可能还停留在四年前的那个情境里面 对蔡英文的攻击 放在这个重点是跟四年前一样 但是跟这个现实的环境之间 并没有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 吴翰教授 一样的话题就是说 这次候选人他们所回答的 他们辩论的这些议题 跟公民的 跟我们选民所关注的焦点是否是一致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 在我们前面的新闻里面有播到 就是这个朱立元主席 在台上的时候不断地批评蔡英文主席 这个梁汉的政策是模糊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很多 即使是所谓来营的选民 他们在统一跟这个独立统独的话题上 也本身就是采取模糊的态度的 他们有些人不愿意跟共产党统一 但是也不愿意马上台湾独立 那是否其实朱立伦这个模糊的态度 他攻击模糊呢 其实跟选民的这个期望是背道而驰的呢 我想我用一个就是NBA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今天的这个辩论 有点像这个篮球已经打到第四节 那么过去的整个比分拉得蛮大的 所以已经基本上进到一个 这个走过场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这次的辩论 对于未来这个选举的投票行为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也因此在三位候选人 大概也就决定了 他们在今天辩论的一个格局 也就是说蔡英文采取首饰 朱立伦采取公示 那么宋楚瑜先生呢 就站在一个相对评论的一个角度了 所以这就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辩论的情形 那么所以蔡英文主席只要不出大错 大概这个对选情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所以尽管这个朱主席啊 不断的去攻击 但是这个攻击的炮火 虽然看起来很猛 但是我认为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那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 就跟刚刚这个主持人讲 那跟一般民众的期待 谈经贸 谈这些东西 大概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他们这个选举辩论啊 已经进到了一个就是 我觉得到了一个形式化的一个 那没有办法 他不会去真正的提出一些 政策上的一些意见出来 那武汉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话题 也就是刚才您也提到是说 这个宋楚瑜的角色 有点像是一个评论的角色 我们看到这次他在台上 他也特别讲说 他说蓝绿炒来炒去 炒到台湾整体往下滑 所以这次宋楚瑜在台上的表现 您觉得怎么样 那他是否能够因此而得到了一些 所谓对朱立伦失望的 或是对这个王如选的军者案 失望的一些深蓝选民的选票 或是吸引一些对蓝绿都不满意的 中间选民的选票呢 我想这样也不太容易 就是宋楚瑜的这个性格跟角色 在选民心目中也已经都差不多定了心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选举一路走来 也是这个所占的这个比重 也只有10%左右的这个选民的支持度 那大概这个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他在辩论里面 说谈了一些问题倒是 因为比较有行政经验嘛 所以谈起来比较能够切中一些要点 那么相对的呢 就是这个蓝绿两方面呢 所提出来的反而都是比较这个 我认为都是属于理想化的一些诉求 那么至于刚刚主持人讲这个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实际上对台湾来讲 它是一个被动的议题 所以就对一般民众来讲 只要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活工作 那么对两岸关系 坦白讲不会主动去碰的 那么所以在2008年 马英九这个胜选的那次呢 是因为两岸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 这个甚至于到了台湾民众生活工作的 一个面向的时候 所以大家变得比较迫切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两岸关系很正常 而且所有的管道都已经建构了 那要不要再积极的再往前再进一步 在很多选民心目中 大概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是一样的话题 一样的问题 要请教一下曹一芬女士 宋楚瑜在这次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民调结果来看 宋楚瑜其实基本上不可能当选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次可以更放开一点 扮演炮手的角色 就是说大家对于蓝绿恶斗的厌恶 跟这些年造成的恶果 其实宋楚瑜可以更代表人民的心声 好好的批一下 那么当然在这一次 我觉得宋主席就说 在这个方面来讲 他的攻击火力弱了一些 其实为什么川普在美国的选举里面 让那么多人 虽然说他讲了很多东西 碰触到很多人的底线 可是他替选民的怒气 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郁闷跟怒气 就是说宋楚瑜其实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宣泄民众的不满 但反而他有一些提出来的证件 我觉得虽然有提 可是你一听就知道说 也像是个大饼 包括这个2030年 这个超寒感兴 但他一听到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梦幻的图画 但是很难做得到 那么在这个 反而我觉得因为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 两个人交锋非常明显 虽然说他好像边缘化 可是我觉得也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把他拉进来 变成自己的盟友 所以说蔡英文跟朱立伦 其实也给了他一些空间 让他能够对懒绿个别开跑 那我觉得他并没有让大家有不同 就是说感觉到说 跟过去的宋审长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觉得在他的位置上来讲 他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了 但是很可惜 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替民众出气这个角色 其实是可以很讨好的 但他没有掌握 是 好 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把现场交给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博弈 好的 谢谢邀一 那么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辩论 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焦点 就是两岸关系 特别是在九二共识上 那么在这一次朱立伦 首先就问这个蔡英文 到底对于九二共识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她说你明确的这个回答一下 你到底接不接受九二共识 蔡英文的整个讲话是说 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她对九二共识的说法 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就是中华民国 在现行的宪政体制下 遵循民意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过去二十几年的成果 也会是将来推动的基础 她说这样的讲话 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蔡英文并且说 九二年是有会谈 但她理解的共识是 相互谅解 求同存异 让两岸关系能够走下去 她说九二共识是两千年 才能够才出现的名词 这是诠释问题 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她再度重申一次 我的态度还不够清楚吗 但是朱立伦不但是在现场摇头 同时在会后记者会说 蔡英文仍然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那首先想请教吴涵教授 就是说这个蔡英文 好像还是在回避这个九二共识 那您觉得她的这个说法 她说她说清楚了 您觉得她讲清楚了吗 第二个就是 势必她对于九二共识的态度 大陆也是在关注着 您觉得大陆会接受她这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如果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从今年的这个上半年 一直到下半年 马锡会 大概在这个甚至于包括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都在各种场合一再的强调 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 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那么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根据我在这个两岸关系的研究来看 因为过去两岸的关系要往前走 皮子之间讨价还价 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最后才定位在这个九二共识上 那么这个九二共识当然是后面 这个等于是这个安排出来的一个名词 那所以但是被两岸都接受了 那不但被两岸接受 我相信美国也背书了 所以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六七年的这个两岸关系的平和平稳定发展 这个对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那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未来的就是 假设说这个蔡英文主席明年胜选了 那么当了这个国家领导人 那么对于九二共识这件事情你要不要承认 那么这个不是光是内部台湾内部自己把话讲清楚 这个当然还要涉及到跟两岸之间有没有办法来接受的问题 那么所以那是不是有其他选项 我认为当然可能可以有其他选项 但是那个可能会延宕很多时间 大家再去磨合 就是你等于把九二共识这个名词给它推翻掉了 然后我们再建构一个新的 就像柯P讲的什么一五共识一六共识 说不定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那个可能要花若干时间来处理了 好的谢谢武汉武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 就是关于这一次辩论会的另外一个 可能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是比较就算是花絮性的题目 就是马英九包袱 我们注意到这个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 多次的想要把这个朱立伦跟马英九挂上钩 媒体的统计呢就是说至少有三次的机会 这个蔡英文试图要把朱立伦跟马英九挂上等号 第一个就是说蔡英文强调说一个人的领导人的诚信 是重要的价值 朱立伦说了很多次新北市长要做好做满 但最后还是出来选总统 就像马英九总统说了两百次不选台北市长 还是出来选 那么蔡英文也说朱立伦身为国民党主席 却用黑箱作业的方式 换掉了这个以民主程序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也让我们想起了马总统 那么第三次则是在这个交互结问的时候 问了宋楚瑜说 问了宋楚瑜说你觉得像不像马英九 那当然这个朱立伦对于这样的回应 似乎有一点不太高兴 他在这个回应的时候也说 他不是马英九 就像蔡英文应该也不喜欢被称作女版马英九 结果大家发现马英九好像在这里变成一个负面的符号 或者是大家都或者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包袱 那想请问您就是说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马英九的现象 另外就是说如果朱立伦也觉得马英九是一个负面的形象或包袱 为什么好像并没有很努力或者是勇敢的摆脱他的阴影 想请教在华府的曹一芬女士 是 博弈 这个大家特意知道说从这样的反应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我们的马总统变成了票房毒药了 那可是这个也不是过去 也不是唯一的现象 我们记得大概在这个陈水扁到第二任的时候 因为出现了这种种种的这个负面的新闻 所以当时民进党来讲 也在面临要不要跟这个陈水扁切割的问题 所以说一个执政了八年的总统到后来 当然他在民调声望很低的情况之下 后继的人选就不愿意跟他能够继续挂钩 但是在在野党挑战的这个位置上 当然是希望说把朱立伦等同马英九 因为他继承了就是执政党的政策 而且朱立伦本身也确实很难切割 像他一开始就讲到说 国民党的政策是对的 可是执行的力度不够大 比如开放的不够大 然后很多地方做的决心不够 他一方面必须要表现自己跟马英九不同 但是另一方面很难又完全跟马英九切割开来 这就是作为执政党候选人的困难 那我想在这个部分 对蔡英文来说 这个是绝对朱立伦他的一个软乐 是他的一个弱点 当然就蔡英文来讲 我相信他在跟幕僚 在做私下这个沙盘推演的时候 认为说民众既然那么的不喜欢马英九的政机 不喜欢马英九 当然如果把他跟马英九挂在一起的话 对朱立伦基本上是一个负面 可是刚刚就如吴汉教授所提到的 大选的态势到现在 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朱立伦要追上蔡英文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今天朱立伦拼命抓着这个 蔡英文针对九二共识来打 其实有人在笑说 他好像不是来辩论而是来乱的 其实感觉到说朱立伦了解这个问题 有国际观众跟两岸的观众 所以说这个问题即便在选举的时候 打不了蔡英文 但是可能在选后可能成为蔡英文的 要处理问题的一个难题 所以今天他所说的所有的话 在国际跟这个两岸的听众都很注意听 所以说这个部分辩论 不光只是针对现在选举的集市 可能也针对国民党在选后 处理整个大局的一个估算 好的 谢谢两万来宾 一二一 好的 谢谢博弈 还有两岸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是发表您的看法 中共大陆的观众请拨打 400 120 051 台湾的观众请打 00 801 148 940 首先我们先请河北的张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张先生请说 您好 我想有支持国民党的人批命马英九 没有坚持一中各表 我认为其实学个逻辑学人都知道 逻辑学中有真命题有假命题 一中这是个真命题 一个中国是吧 各表这是个假命题 因为什么一中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你如果说各表中让台湾 是吧 中华民国 说我也代表中国 是吧 就是一个两个中国 和这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所以说在举行奥运会时候 台湾是中华台北队参加 不许他们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不许唱他们的国旗 是吧 这是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一中各表 这是个假命题 一中是个真命题 所以说有些国民党人 不要纠缠这些问题 这是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宣布就是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这是现实 谢谢 好的 谢台北张仙 接下来我们请台中的叶女士 发表您的看法 叶女士请说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你好 因为在方才 透过中华节目 我听到三位中华候选人的一个辩论 那在此我提出 我的听完辩论之后的一个感受 那这三位候选人的话 都有记到这个经济 TTT 还有什么亚投行 因为先前我听到的节目大概是四点半后 那所以我只有听到所谓的三个人 也在辩论TTT的问题 当然这个经济部分的话 第一点 TTT的话 亚投行一带一路TTT 像亚投行的话是大陆提出来的 那我举高盛市党基金 高盛市党基金的话 巴西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这市党基金大家当初都认为 就说人潮就是前潮 因为这四国 这市党基金的话 他们人口都很多 所以这市党基金的话 当今是光荣的出场 黯然退场 那这背后长有什么意义 背后的意义就代表就是说 大家要带动经济的话 不是只有说人潮就是前潮 你要带动这个前潮 你要用人潮带动前潮之前 你势必要先解决 人口要吃的这个问题 经济的问题 你要怎么去处理 你要先处理负面的问题 你才有办法用人潮去带动前潮 你才有办法真正做到 这个正面的优势 那再来就说 因为大陆我们一直都积极要参加什么亚投行 TPG 我们有没有曾经有想过就是说 这四个 因为他们大陆人口43多亿的人口 那我们台湾才两千三百多万 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定期政策真的适合我们台湾吗 真的适合我们台湾吗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三个候选人 尤其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有抨击到这个党产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朱立伦他攻击这个蔡英文的一个 他们的家族的一个财产的问题 那当然蔡英文就是在这一点的方面 他是讲得很清楚 我是白手起家 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当黑手起身的 他们都是干净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谈到这个官说 为什么我要一直谈到官说 当初为什么 为什么科建民会去找 为什么这个一点 我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去了解 到现在为什么 叶女士 叶女士因为您发表意见已经有一段时间 请您可以简短发言 请您最后以30秒做一个总结 好吗叶女士 叶女士已经挂断了 我们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你好 我有个疑问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大陆这边媒体经常抹黑 民进党是台独党 那我观察这个台独应该在台湾 不是成什么气候 能不能请嘉宾澄清一下 这个台独和这个民进党 有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 好的 谢谢天津刘先生 接下来请高雄的王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王先生请说 主持人VOA的听众观众 大家好 你好 好的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今天独立文在辩论是说 他要把那个启信 拉到三万块 其实呢 这个是言目求语 因为现在的F2K就是 16年前的 就倒退到 倒退录到16年前嘛 所以他讲这个方法 他跟那个蔡英伟 讲说他说要做到满 然后那个 他的话的话就是说 跟我们的法总统是一样 是2.0版的马英九 所以我是相信 他都是收光者 至于那个蔡英伟呢 他现在的最后一里路呢 不是过地案 也不是九二公司 我们很担心的会被 被暗杀掉 暗杀的话会不会请 我会请那个华府的那个 曹一芬小姐 会不会像1986年 美国如果讲说 这个事实承转 美国会不会出动 那个航空母舰来 维护台湾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高雄王先生 我们最后请上海的 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张先生请简短发言 喂 你好 听得到吗 张先生请说 喂 你好 我想说这次辩论啊 我觉得不是民进党太强 而是那个国民党啊 他是现在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自决坟墓嘛 因为朱立伦当了 那个国民党的炮灰嘛 我觉得因为大势已去嘛 他还在垂死挣扎 然后我想问一下 两位嘉宾一个观点 现在因为跟国民党的 那个卖台政策嘛 出现了台湾出现了一批 提中共摇起呐喊 一批像邱毅的 这样的一种人嘛 我想这种人对于台湾 更危险 还是像中共说的 蔡英文的台独政策 对台湾来说更危险 我想问一下嘉宾 这两种人 这两种倾向 哪一种对台湾来说 更危险 好的 谢谢上海的张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现在只能接听 这么多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我申请这个 在华府的曹一芬女士 回应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 尤其很多的观众朋友 像台中玉女士 她也好多的这个提问 好的 我想说第一个 就是什么人对台湾最危险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觉得基本上是 没有执政能力的人 对台湾最危险 不管他主张什么 那么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你的主张 你到底有没有本事 把这个主张贯彻执行出来 然后到底能不能在台湾 这样子一个 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 带领台湾往前走 因为统独对台湾 我们可以看到 历年的民意来讲的话 维持现状 一直都是最大多数的一股人 就是说对于他们 台湾的民众在这么多年的经验下 了解说不管你赞成统一或独立 在现实环境上 台湾有台湾目前的限制 所以说对于台湾的前途 基本上在台湾来讲 是有一个相当比较主流大的共识的 那么统独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 已经到了可以公开辩论的地步 可是在中国来讲的话 好像独立就是一个毒药 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忌 但是如果说今天台湾是个民主国家的话 一个政党基本上就是要执行 大多数民众所要支持的政策 所以说了解台独本身并不可怕 台独被摊开来谈 到底对台湾有利还是有弊 就像是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一样 在英国人 我相信没有人一听到苏格兰独立 就是说这个东西对老祖宗 要把老祖宗搬出来来压它 那么在一个现代国家来讲 本来政府的权利就是人民所授予的 所以说在台湾最早谈台独 也一样在我们的法律当中 可能就会搞得你这个全家 也不能说 就是说比倾家荡产还惨 可能就是要入牢 甚至是要杀头的 但台湾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 就今天来讲 言论有相当的自由了 所有的政策都摊在台面上 能不能做得到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跟民众来解释 然后把你的主张提出来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听众 如果透过这些节目来听 透过这些辩论来认识台湾 会了解到说 很多的政策提出来 本身并不恐怖 恐怖的是说 当你不知道这些人在提什么政策 不知道你的要选的政党 有什么政策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话不能说的时候 那可能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局面 是 我们也请吴汉教授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顺便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 好 刚刚有不少观众听众朋友 提到一些问题 就是台湾的这个台独的问题 还有这个一中各表 是不是假议题 我想这个台湾从这个反对运动开始 那么就有人提出台湾独立的这个主张 那么早期的台湾独立主张 就是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那么民进党成立之后 也是以台独党纲 作为一个立党的一个标志 可是到陈水扁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个台独党纲 做了一个调整 叫做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的前途 要由两千三百万人来决定 也那后来呢 对于要不要成立一个台湾共和国 这也有了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现在就是在台湾 那么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台独在台湾自己内部 大概也现在经历的是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就是一直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么就像刚刚大陆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主张的 可是呢中华民国他就是存在啊 他现在不就在台湾 我们现在不就这样子在跟大家 尤其跟大陆民众互动 大陆的民众要到台湾来 也要入台申请证 他也不能够直接拿大陆身份证就来了 所以他明明就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两岸关系 一直没有办法往前继续走的原因 那说不定中共如果假如说这个 正视这个问题 尤其在马熙会之后 已经成等于是默认到了台湾 政府的一个存在的时候 那么好好地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也许所谓的台独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就不再是一个两岸中间的一个自走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武汉教授 欢迎本周末举办的台湾总统参选人辩论会的讨论 先告一段落